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面写的是 小玉过往行人得知 因景阳刚有虎 现在四五位三十过刚 并结队而行 玉石不得行走 我从心想这是谁写的 景阳刚上真有老虎吗 又一转念 没有上款没有下款 就写这么几个字 说不定是那店的掌柜的 跟那伙计 他们俩坐的扣 在这写的呢 不停了 走 提着哨望 武松迈步 就顺着景阳刚走上来 往前走了一段路 他忽然发现 在这个路旁边 有一座山神庙 山神庙那个山墙上 贴着一张布告 武松走到布告跟前 定睛一看 一看这个布告 这可是真的 上面写的是 阳谷县市 自因 近日景阳刚有虎 拦路吃人 县令 一命理政 列户 朴获此虎 至今 未曾捉到 故而 令行人 只限在四五位三十 结伴二十人以上 至枪棒而过 玉石 不得过岗 特此周知 下面是 阳谷县 正堂 盖着观念 武松一看这布告 欧松心想 看来那个酒保 那电火去 拦着我 是一番好心 国有此事 那么武松 为什么对人家 那个酒保 就那么不相信 左一次 右一次 的人家拦他 他就不回去 因为在那个大宋国朝 朝廷昏庸 贪官横行 百姓民不疗伤 人与人之间 是耳遇我诈 谁也信不着谁 武松呢 也是九创江湖的人了 别看岁数不大 在少林寺下来之后 也经历了不少人事 他觉得 这人事上 假的太多 所以他认为 这酒保 跟他说的都是假的 事到如今 武松 开始撤屋 真的 人家的酒保是一片好心 真有虎 真有虎 怎么办 我回去 回去 我有什么脸面 在见那酒保 酒保最后那句话 武松记得非常清楚 您上去 您可别回来 您要回来可丢人 可栽面 武松心想 真有虎的话 猎户没有破获到他 今天晚上如果被我碰上 就凭借我在少林寺学的这身武艺 我把这只虎打死 他颠了颠 手中这条早木哨棒 心想我有这条英手的兵器 就不怕这只老虎 碰到他 我就为民出害 碰不上他 今天晚上我就过岗 想到这里武松提了早棒 大踏步 走上景阳刚 又往上走 当他走到山 他半山腰的时候 天 可就已经擦下痕来了 武松啊 这阵凉风这么一吹 这个酒别们叫倒算账 可真开始向他算账 武松就觉得有点头重脚轻 困意息来 上眼皮跟下眼皮 望一块嘴之沾 武松心想这地方可不能睡觉 嗯 我得过了港再说 他往前正走着走着 忽然发现 道旁边有一棵大松树 这棵树 旁边长出一个枝叉来 正在那个道上边横伸过去 好像一个人伸手 杨克一样 别名这叫迎克松 黄山上有迎克松 别的山上也有类似这样的松树 在这个松树底下 有一块大青石 这块大青石啊 有四尺多宽 二尺多厚 有八九尺长 就横在松树的下面 武松走到这一看 这干净的青石面 武松心想 哎呀 我在这歇息歇息 过过久劲 然后再走 对 想到这里 武松就在那个大青石一坐 手煮着哨巴 往周围看看 一看这周围呀 一片秘密的松林 杂草丛生 这正是十月半的天气 深秋季节 一阵秋风吹来 刮到这树叶子爽 只想 随着这个风 带过来一阵青草香 武松一愁鼻子 嗯 好清香 周围是那么的静 只偶尔听见几声鸟叫 武松心想 真有老虎吗 我看 不见得有老虎 说不定今天老虎走了 他往远处一看 现在 夕阳夕下 在西天 闪出来一抹晚霞 晚霞上边 有一块褐色的云彩 折挡着阳光 这阳光把那褐色的云彩 镶了一个金边 再往上桥 贴着西天上有那么一片 鱼鳞似的白云 被落日的余灰 给映照的发着浅黄色 看着那样的美 是那么的好看 再往上桥 长空如洗 一片湛蓝 天地都是那么干净 武松心想 这块大石头多好啊 我在这儿要睡一觉 那是再好不过了 不能睡觉 睡着了 有老虎来了呢 那不就把我吃了吗 嗯 现在是实在想睡 酒劲上来了 武松又一转念 我呀 我就在这儿躺着 我不睡 金躺一躺 想到这里 武松一伸手 就把这包袱 解开 解开之后 把这包袱 重新又叠了叠 就往那大青石的一头 一放 然后把这个哨巴 往身旁 横着一撂 转过身来 在大青石的一躺 躺在这儿 抬头 看着那湛蓝的天空 武松睁了眼睛 心想 不睡 光在这儿看天 这功夫 一阵清风又吹过来 呼 树叶子一响 哎呀 这个味道太好闻了 景阳岗 这个景阳岗 宋朝的景阳岗是这样 树木葱生 但是据说现在的景阳岗 是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后来人们烂砍烂伐 把这树啊草啊 都给伐光了 所以这景阳岗 就成个土杠子了 人们只知道 向大自然索取 他可没有想到 大自然也向人们索取 人们向大自然索取的是物质 大自然向人们索取的是生命 生态平衡一破坏 人们生存的条件都不具备 这是宋朝的景阳岗 还有这个样子 武松躺在这看着天 哎呀 这觉得是心旷神怡啊 啊 不睡 不睡 看看就走吧 歇歇就走 嗯 说不睡 这眼皮望块儿沾 一会儿的功夫 打上呼噜噜 他睡着了 这一觉 就睡到二更天 景阳岗上 这气温降下来了 眼看到半夜了 一阵清风吹过 带有一种 清古的良意 武松忽然觉得一冷 眼睁开 武松心想 哎呀 我怎么在这睡着了 这可了得 这老虎来了怎么办 武松哭咧 他就坐起来 坐起来之后 往四周看了看 周围 还是那样寂静 没有什么声音 只是一阵清风 吹动杂草的声音 武松往天上一看 一轮明月 又东山升起 月光出来了 啊 这什么时候了 几更天了 不知道 武松赶忙 就起来了 先把那个哨放 拿在手里 往周围 仔细观瞧 心想 估摸着 也得有二更天 或者是三更天了 不能再次就待了 我得走了 嗯 武松刚要拿这包袱 就听见耳畔边 有一个声音 哇 哇 武松一抬头 听那声音 是从那 井阳刚的山梁上面 传过来的 这分明是一声唬笑 老虎叫回来 老虎来了 他在什么地方 我得加点小心 武松这包袱 他就没拿 往后一撤步 老虎来了吧 来了 这老虎啊 不是本地虎 这是个外来虎 是旅游虎 怎么还旅游虎呢 这个老虎啊 属于猫科动物 捕肉缸 老虎的特点呢 喜独居 不喜群居 而且这个老虎 他繁殖的树木啊 也极少 一般一胎 生一个 最多一胎 超不过四个 为什么呢 大概这是一种生态平衡 这个老虎 要是像下猪一样 一窝下那么十几个啊 满世界都是老虎 大概这人就不好生存了 所以呢 他生的很少 老虎这个东西 寿命一般在二十年到五十年之间 而且老虎 他的发青期 是在秋天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这个老虎啊 为什么说旅游虎啊 这是一只熊虎 正处在发青期 他串到这儿来 干嘛呀 找对象 老虎怎么还找对象呢 哎呀 老虎找对象 那比人找对象困难多了 你看这个人呢 男的找女的 女的找男的 这都是人呢 满京都是啊 随便都能碰着 这老虎 熊得找磁的 磁的找熊的 他不容易碰见一个 选择的余地 那极窄 所以说这个老虎啊 他找对象 找来找去 找到这儿来 这个虎种呢 是一只华南虎 这个老虎找到这儿之后 在这个景阳岗 东北角那个地方 有一个天然的石洞 老虎就住在这石洞里头 住到这石洞里头啊 这个老虎觉得这个地方 环境啊 条件的都不错 他在这儿就想安家住一阵子 开始的时候呢 就上山下边 吃那些个散落的住户 他们家的牲口 后来人家都搬走了 吃不着了 就吃过往行人 这过往行人 后来人家县令都下命令了 结伴而行 二十多个人 拿着棍子棒子 抄着闹闹走 这老虎也不敢下口 再者说了 老虎的习性 是咒服夜出 他白天呢 睡觉 晚上他得出来觅食 所以这老虎呢 就吃不着人了 吃不着人呢 他就把景阳岗上 这些个小动物 他就开吃 什么兔子啊 什么张袍野鹿啊 甚至于小松鼠 他都吃 最后景阳岗上 这些个小动物 连吃在下都没了 这老虎这两天饿肚子了 已经饿了两天 整整的睡了一天觉 晚上了 老虎觉得鸡长鹿鹿 他开始出来要觅食了 尤打这个山洞里 这老虎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两个胡肘在前边 往下一塌 这腰往下一压 尾巴望虎一甩 先伸了一个懒腰 打了一个哈 然后他叫了一声 他叫着一声 为什么叫啊 他看见那月亮 他一看呢 东方升起了一个月亮 他不认得那什么玩意儿 他冲着月亮 他叫了一声 叫完之后 他看了看 这老虎心想 这是什么东西 嗯 挺圆的 这玩意儿能吃不 我吓唬吓唬他 他叫了一声 这看月亮还在那挂着 没动 老虎心想 他不怕 他既然不怕 那我就不吃他了 够不着 所以刚才武松听的 就是那老虎的一声叫 这一声叫完了之后 这老虎就在这个山梁上边 两个前掌 那么一抓地 身子往后一缩 他伸了个懒腰 嘎吱一声 这么一抓 把这个地皮的土和那个石头 挠起一堆来 然后这老虎把这尾巴 往前那边一甩一盘 后腿一坐 前腿一支 就这个姿势 他往下边 学吗 干什么 看有没有吃的 老虎的眼睛数猫性 他那么一学吗 忽然就发现了武松 别看武松离他还挺远 就在那半山腰那大青石那个地方 老虎发现他 老虎心想 哎呦 今天可有吃的了 这儿有一个人 老虎一看见武松 立石后腿一起 把这个尾巴往下一压 擦着地皮 您看那个猫仔耗子没有 就那个样子 就一步一步的 奔着武松轻轻的就过来 虽然是轻轻的过来 但这个那胡爪 一摊那个草 也有动静 搬着武松来了 武松在这站着 手中拿着这个早梦少方 那是少林寺的功夫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武松一听吵一响 定睛往旁边一看 隐约约就看有一个东西 轻轻的奔才来了 武松心想 那样 你来了 好 今天我们两个碰在一起 不是你吃了我 就是我打死你 你就来吧 武松提着少方 定精神盯着 这老虎往前走着走着 离武松还有一点距离的时候 他忽然把这身子就拂下了 为什么 他像猫扑鼠一样 要做个战前准备 忽然间他后腿一蹬 前走一台 一声怒吼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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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